人的一生总是活在惧怕里 从在母妇胎中 母亲就害怕会流产 失去掉这孩子 当宝宝出生后 就害怕孩子不够健全 不是健康的宝宝 即使孩子是健康的 又担心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无法最上与同龄的孩子的学习程度 即便孩子长大聪明伶俐 又担心孩子处在叛逆期 勿交损友 偏离正道 直直到老 我们又担心面临死亡之事 若你的一生常常活在惧怕里 那你当停下脚步 着量你人生该如何得着自由的心 脱离惧怕的束缚 圣经说道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在内的稳 不要再被奴布的恶挟制 所以真正的自由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着 我们为何会对明天没有保障 而成日担心受怕呢 那是因为我们对明天没有确据 会是一帆风顺 甚至信徒也失去信心 那位掌管明天的上帝 会带领赐福给他 为了能脱离惧怕感 并且得着自由的心 我们必定要解决我们个人的属灵问题 属灵的问题是一瞬间进来的 当我们一不留神时 属灵问题就悄悄地进入我们的心灵里 一被欺骗时 马上就会变成无力无能者 不安惧怕 生命的意义就会显得不清楚 心灵里就感到空虚 无论做任何事 都看不见永恒的价值 终日过着得过且过的人生 就有如一个行尸走肉 这都是当我们失去神能力的状态时 才会被欺骗 让撒旦通过我们生命里软弱的通道侵入 属灵的环境会影响我的心灵 和我生命现场的一切 同样的 我心灵的状态和全病 也会改变属灵的环境 所以要了解我生命里的软弱通道 也要彻底的除根 每个人的软弱都不同 有些是在感情上容易受伤 很脆弱 有些是把事业以及血液看得很重要 有些则把孩子看为生命的至宝 不能放松对待 对我而言 我发现每次使我容易掉入魔鬼的计谋的 就是在孩子方面 当我抓得越紧 上帝的能力就越不能彰显 而魔鬼最容易趁机进入搞破坏 我的长女出生时被诊断患有先天性脊椎问题 而必须在她三个月大时动一个大手术来纠正这问题 若不她可能会丧失行走 肾脏以及膀胱功能 当我知道时 整个人情添霹雳 我当时不明白 为何上帝要将这试念给我 难道上帝不爱我吗 看看作为人的孩子都过得如此健康 为何只有我的孩子面临这种灾难 原来上帝是要我彻底除去我抓得很紧的东西 若我爱这孩子胜过一切 魔鬼也要通过我的孩子来使我跌倒 攻击我最软弱的一面 在他成长的这六年里 我已经学习到如何放手 让上帝掌管他的一切 因为我知道上帝比我还爱他 当我放手时 上帝就牢牢地牵着他 那么我一切都变得清神多了 魔鬼就不能一直给我暗示 使我感到不安惧怕 因为在基督里我有确据 我有保障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上帝都会带领我度过 他的恩典也必超乎我所想所求的 我们应当如何保守我们的心 不再感到胆怯呢 首先 我们应当恢复我们生命的意义 究竟是什么 我活着的动机和目的 不是要在这世上被魔鬼玩弄的 应当放开我数落的欲望 发现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免疫以及计划 遇见任何困难时 不要看环境以及条件 乃要寻找以马尼里的证据 不要常常被过程捆绑 乃要仰望标杆 知道幕后必有上帝的奖赏 不被人的话和动机影响 乃要听见圣灵借上帝的话所传达的声音 因为上帝的声音是让人得自由 不是让人感到不平安或害怕的 最后 应当时常保守喜欢祷告的心 发现蒙恩的时辰表 极乐的顺从上帝的带领 在基督里没有惧怕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当我们对上帝的话语 有绝对的信心时 我们对明天也更加有盼望 我们也不再战战兢兢的过日子了 相反的 我们有胆量 有确确的过每一天 因为以马内力的上帝 天天带领着我 菲利比书一章二十节说道 照着我所切勿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犯倒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荡 盼望我们今天开始 能抬起头来 勇敢地迎接每一天的挑战 因为在基督里没有惧怕 只有恩典以及盼望 愿我们能成为基督的精兵 祷告的暂时